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表示 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潜在在对台军售方案 内容包括用于F-16战机的导弹 总值大约6亿1900万美元 有关军售已经知回国会 台湾当局预料将会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五角大楼表示当局批出可能出售的武器和设备 包括200枚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及100枚可摧毁陆基雷达站的导弹 主要承包商是洛杰、马丁和雷神导弹和防务公司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上星期到访北京 和中方官员会面 反映财政部仍然希望保持和中国沟通渠道畅信 消息人士说 负责亚洲事务的辅助理、国务卿卡普罗斯 和中方官员进行了技术讨论 目的就是提高两国在应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 以及全球共同挑战方面的能力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法案 将副权总统拜登在全国范围内 禁止使用短片分享程式TikTok 法案在24票支持16票反对下获得通过 法案仍然需要提交 众议院全院和参议院表决通过 然后拜登才能够签署成为法律 由于参议院由民主党控制 这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 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20国集团外长会在山德里举行 连值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 促请各国在全球议题上寻求共识 莫迪在视像讲话里指出 全球深陷分化 多边主义出现危机 多边机构近年未能应对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 疫情 恐怖主义和战争等等 全球治理体系未能有效落实 莫迪强调 不能令分化阻碍了会议可达成共识的事项 外界认为莫迪的言论所指的就是乌克兰危机 当地时间2月27日 美国商会举办了一场线上活动 主题为不确定时代下的美国领导力 美国诸华大使巴欣斯的言论 惹来了大量网民的评激 究竟详情是怎样? 我们一起与巴士的布的评论员Jacky 聊聊 Jacky 你好 你好 当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巴欣斯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莱特斯 以及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作为嘉宾 出席这次视频的讨论 其中巴欣斯说到中美关系时说到 美国的地位比过去5-10年更强大 中国现在都知道 美国在多个方面都是亚太地区领导者 对于巴欣斯这番发言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在制作视频的片段都不嫌事大 将标题改为中国需承认美国是领导者 将巴欣斯这番言论有点修改 而在这段视频下方的讨论区 很多网民都对美国在国际社会 究竟是单有什么角色 是不是真的领导者 都是议论纷纷 据报当日的线上活动 邀请了巴欣斯参与 自然都避免不了 就是谈到有人关注的中美关系的问题 巴欣斯的其中一段讲话 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巴欣斯承认他认为 美国的地位比5-10年前更强大 这个得益于盟友和私营部门的支持 得益于美国各大研究机构 和大型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 除了巴欣斯说出一段 引发了媒体注意的话 他就说他的确认为 中国人现在知道 美国留在亚太地区 在很多方面都是这个地区的领导者 如同拜登总统 每次谈到这个问题都明确表示 美国希望在未来和中国和平相处 不希望发生冲突 但美国会继续在亚太地区 坚持自己立场 对于所谓的坚持立场 巴欣斯表示自己担任美国驻华 大事即将满一年 对此非常乐观 美媒NBC将这段讲话制作成 市场一分多钟的短视频发布在YouTube 并且在标题上作了一个改动 在视频中介绍就说 巴欣斯认为 巴欣斯让中国必须接受美国是亚洲领导者 而在标题处他就改了做 巴欣斯说中国必须接受美国是领导者 NBC这些改动 似乎跟巴欣斯所说的事不是完全一致 但似乎又说出巴欣斯所想 更重要就是NBC确实得到他们想要的网络流量 很多网民在YouTube评论区留言 有人说一个随意轻责别国的领导者 亦是一个随意制裁别国的领导者 如果有人就像黑帮老大那样闲事 还像黑帮老大一样跨跨其谈 这里可能有一个 那个人很可能就是黑帮老大 亚洲和世界各国都需要一个能够 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实际问题的美国 意味着和世界所有国家合作 世界真的不需要一个总是对抗制造战争 无止境、无用的恐惧感、恐惧感兴趣的美国 当你要求得到许可、认可的时候 其实代表你的领导力是下滑的 美国在亚洲有多少个军事基地呢? 超过53,000名美军在亚洲国家 120个军事基地 其中加上了在菲律宾新增的4个新基地 就执行任务 巴恩斯这段领导者的说法 都在Twitter上流传 活跃在Twitter的《中国日报》 欧盟分社社长陈伟华 就回应说 巴恩斯不知道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其实巴恩斯最近都说了很多很出位的言论 都是关于他 可能都要配合美国一些国内的风气 要强硬地进行一些对华政策 但其实这种做法 是不是真的对中美关系是好呢? 今天真的交给大家一起去观望了 谢谢Jackie 政府计划下年度发债约650亿元 包括500亿元银式债券 和150亿元绿色零售债券 创回归以来最大的发债规模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表示 政府期望继续为长者提供回报稳定的投资选项 同时正积极推动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 为行业建立知识率基准 但短期内没有发行和通胀挂勾的债券 埃邦的计划 原因是预测明年通胀率约2% 水平较现时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低 削弱了埃邦的吸引力 他说环球利率过去两年持续上升 并不代表不适宜发债 未来可能会因应利率环境变化 发行更多两年、三年及五年期的短债平衡风险 也会检视计算浮析的方法 增加债券产品的吸引力 政府简介交易州人工岛初步建议 土木工程托展署署长方学成表示 交易州人工岛的海底海泥深度 和机场三跑田海工程等相约 而当局也已经掌握田海的新技术 有信心可以处理技术上的挑战 政府在东冲就交易州人工岛初步建议举行展览 方学成被问道 有团体质疑政府能否应付相关技术的困难 他表示交易州人工岛海底海泥深度大约20米 和现时大致完成的东冲东田海工程 以及过去数年进行的三跑田海工程差不多 当局已经掌握新采用的深层水泥半合法 有信心处理有关工程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